男人得到了一本日记本 里面都写一些标注者时间 却没有图案的照片 可等上面的时间一到 照片慢慢显现出来 男人瞬间脸色大变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面 我是琼哥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部 悬疑惊悚电浮现 影片开场 男女主来到了医院 准备签署一份文件 两人是姐弟 而他们的父亲 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 女主似乎对父亲的印象并不好 她本想大笔一挥 签掉文件拔掉气管 送走父亲准备办行 但事情却瞧在了弟弟那边 放弃自来的文件 向姐弟俩共同亲自 医院的医生和父亲是多年的同事 他却男主 看在血缘关系上 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男主听后有些犹豫 他对父亲并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带着姐弟俩 离开他父亲 男主告诉姐姐 如果要我亲自可以 但你需要陪我 去了解一下我们的父亲 也就是说 去父亲曾经的家里看看 女主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同意了 就将两人开着 父亲的车子开始了这趟 了解父亲之旅 途中 女主想要上厕所 男主不得不停下车 就在他无聊等待的时候 车后突然出现了个身窗 白衣的女孩 正在从车子的后轮处掏东西 男主上前半满 从里面找到那帮笔记榜 然而刚才的那个白衣女孩 竟然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 而诡异的事情 也从这里开始 男主被日记本周的内容 给深深吸引住了 他甚至提取日记本周 记录的那家旅馆 注意晚上 因为这家旅馆在20年前 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 前台给他们的钥匙是207 但男主想要体验下206 前台可不想没事找事 都懒得搭理男主 晚上男主告诉女主 在1980年7月23日 206房间有人被谋杀了 凌晨3点多的时候 有人破门而入 而206里面住着一家山口 女主对这个故事没有半点兴趣 一副不听不听 玩巴念经的态度 他只想早点完成男主想救的事情 离开这里 拿料深夜的时候 隔壁却传出了声音 好像真的 有人传入到里面 两人都吓坏了 难道凶案场景再现了 此时周围的灯开始忽闪忽闪 男主本来已经离开了 但因为日记本落在里面 又折返回来 然后意外看到了 206房间里面的一些场景 吓得他赶紧离开 女主询问弟弟 日记本周的那对母女呢 因为被谋杀的是那个丈夫 男主说他们跑出了旅馆 而就在此时 他们在路边居然发现了那对母女 等反应过来时 车子已经开过头了 男主准备回头去找他们 拿料母女身后出现了一辆车子 然后家里人全都抓走了 男女主看着这一幕都傻眼了 这是什么鬼 女主想要报警 可这个地方前不着窗 后不着电的 手机跟本面信号 男主想要去找那对母女 因为按照日记本周的记录 他们被带到了距离这里 50英里出的废弃工厂了 女主很害怕 但男主偷铁的想去看看 为什么 20年前的案件又会重新上演 会不会是哪个混蛋 在模仿这些犯罪说法 最后两人来到了废弃工厂 男主先进去看看 一方寻找后 真的在里面 发现了那个丈夫的尸体 他吓得哇哇大叫 女主听到声音后也进来了 然而却发现弟弟不见了 当然女主也看到了那具尸体 等他转过头 却看到了那名孕妇 他在寻找自己的女儿 慌乱见女主的项链被扯掉了 然后隐隐间他听到了定局的声音 害怕他转头就跑 好在弟弟已经出来了 两人开着车子 欢迎离开在这里 说实话 不管是谁遇到这样的恐怖事情 都会害怕 他们决定抵达下一个城镇 就去报警 可男主一直很好奇 因为从日记本中记录到 丈夫被埋在那条高速公路事故的地方 但是母女俩却没有点出在哪里 更是在一个加油站的时候 男主看到了那辆车子 然后发现母女俩 竟然被关在了车子的后备箱里 可他只来得及救出那个小姑娘 因为车子的主人 显然发现了他忙 然后一路狂坠 甚至还将他们的车子 给撞到了路边 还好旁边有一家酒吧 车子停在那边观察了许久 最终开走了 女主本想报警 但男主说 你该怎么解释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以及那个女孩的事情 说出去会被当成精神病 或者恶猪剧把 没办法 女主只能先挂断电话 就在此时 他们带着的那个女孩竟然开始流逼选 然后整个人漂浮在半空中 身上好像被什么给戳住了一般 而这个死法 在日记本中的照片都有记录 两人都吓傻了 可周围的人似乎根本没有看到 姐弟俩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而且他们也非常的害怕 女主说我想离开这里 两人立马达成了一致 决定离开 虽然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有点不甘心 但刚才的事情确实很恐怖 不过在修车子的时候 男主从修理宫这里得知 在不远处的高速路上曾经发现过尸体 好像就是那名在废弃工厂中被杀害的战风 但那对母女的尸体一直到现在都会被找到 更离谱的是 男主从报纸上发现了女主的项链 竟然出现在20年前的报道里 这是什么鬼 似乎想到了什么 男主送走女主后 准备留下来继续调查 他发现日记本中 还有不少照片写着时间 但是照片却是空白的 他想证实自己的猜测 时间到了照片中是不是几乎有图案显现出来 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可在照片中他看到了女主的样子 但这本日记本是1980年到 与此同时 女主在父亲的一些记录上也发现了一些报道 甚至还发现父亲当一生之前 曾经在当时的政府军待过 而男主此时则来到了那家旅馆 偷偷算走了钥匙 来到了206房间 没有想到在这里真的发现了那个小女孩 不过他的父母竟然也在这里 看来这事件又被重置了 那么再过一会他们都会有危险 所以男主准备带着小女孩离开 可在对方的父母看来 你这伙是谁啊 来抓我的女儿 就在男主带着女儿准备离开的时候 灯又开始护闪 然后女人的丈夫就被砸倒在地上 男主眼见情况不对 拉着女孩的妈妈一起逃走 然后找了个地方给女主打电话 女主其实有提及过 父亲以前所存在的事情 但男主现在哪有心思听这个 他此时正带着那对母女 躲避凶手的追杀呢 甚至这凶手在看不见的地方 抓着女人的头撞向玻璃 男主只能停车 将小女孩留在外面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人 漂浮在空中被带走了 说实话 这鬼異电幕着实有点吓人 男主也不敢再带着小女孩 准备自己去寻找真相 此时的女主想要给父亲办理拔气管手续 可工作人员说 你弟弟的出生证明资料有一些问题 女主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警察就打来了电话 他们发现了弟弟的车子 可车子里面根本没有人 且车里的一些学迹 只有女主能够看到 而车里只有一张女主儿时和父母的照片 似乎意识到弟弟危险 他回到了父亲的家 没有想到 在墙壁上的一个破血镜子的家乘中 发现了很多的照片 而这些照片都是一些被折磨的人 女主这时候才发现 竟然都是父亲做的 就在此时屋子里传出了声音 女主发现不对劲 躲在了厕所里 没有想到竟然被打晕了 而打晕她的人竟然是20年前的父亲 虽然女主说我是你的女儿 但父亲说我的女儿才几岁 你这是在开国际玩笑吗 然后开始折磨女主 而弟弟也在旁边的车子上 看到这里我才知道 原来女主的父亲是政府军 但除了他们 一直在抓大批的反对派进行折磨 而那家伤口就是少数逃出来的 可惜还是被抓住了 折磨完女主后 父亲又去折磨那个怀疑的女人 他竟然家孩子直接给Pol出来 是个儿子 父亲说正好给我做儿子 就给他起名巴伯罗 而这个名字也就是弟弟的名字 女主这时候才知道 原来弟弟并非亲生的 妈妈当初应该是知道了什么 才会带着他们逃离父亲的魔掌 虽然女主趁着父亲 不注意带着男主逃走了 但父亲一直在后面追逐 弟弟此时身受重伤 随时都会死去 可在医院里 因为女主的奇怪表现 那医生和警察都觉得女主疯了 女主知道 父亲要去灭了弟弟 即使医生在手术台上 一直努力 但弟弟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身体莫名其妙出现伤口 而女主此时也知道了 父亲的气管还没有被拔掉 此时父亲的脑电波非常活跃 或许就将父亲干掉 弟弟才能得救 女主找准机会逃走 然后关掉了生命供给仪器 弟弟也终于得救了 原来父亲一直都是一个恶魔 女主最终也将真相告诉了弟弟 弟弟才知道 他并不是自己的父亲 他的父母很早就被残害了 影片的最后 女主和弟弟开着车子 准备离开这里 在路上 他们突然看到了路边的女人 抱着一块布 而旁边还有一个男人 甚至那个女孩也出现了 他们看着男主 似乎是为了和他道别 毕竟这是自己的亲人啊 女主此时流出了眼泪 因为四周出现了无数这样的人 显然这些年 父亲残害过很多很多人 但女主为他们报仇了 影片最后的一幕 确实让人很动容 如果不是因为平行空间 他们或许无法发现那段历史 更无法知道真相 甚至男主还一直愣着祝福 那样的话多么可悲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